各位大家好,我是Dixon寶珠,今天為大家分享的就是2023年的E1白題 這條題目當我自己一看的時候,我都要用一些時間去考慮 所以如果你代入考生的話,當你到這條題目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困難 而整條題目裡面,10分裡面平均分拿4分左右,所以其實也是考得微如理想的 整個就會以實驗的形式出,實驗目的就是運動對體溫協調的效應 38度,50度的室溫,45分鐘去做這個實驗 當中裡面分開了兩組,靜止組和運動 運動組那個就是跑步機上面維持速度,靜止那個就這樣坐在那裡 然後量度身體的體溫和皮膚血流的平均速率 首先第一件事,為什麼要想呢? 原因就是因為一般的同學去理解這幅圖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是時間的 但問題現在是體溫,第二件事,現在的情景就是 室溫是38度的 所以第一件事,當那個的室溫高過38度的話 在靜止組的情況之下,現在Apart叫你去解釋 為什麼平均溫度會上升,平均的流量,血液的平均流量在皮膚上會上升 外面的溫度高過38度,你的溫度是37.4度的 所以你的身體其實是傾向吸收熱力 又或者你的身體不會把你身體的熱力散失去到四周 這一點的概念大家還未放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外面的溫度高過我們人體 所以我們傾向是吸熱,又或者我們身體的溫度是散不去到四周 所以去到後期這個個案的話,下腦腦或者皮膚感受器就會探測到體溫上升 因為外面的溫度高,而且在吸熱,所以散熱的中心就會刺激到 刺激到的話就會產生更多的神經脈衝 去到小動物那裡舒漲,擴脹 去到後期就會多了血液流去皮膚,散熱就會多了 所以中觀而言整件事,如果你去這樣看的話 即是藍色那條線為什麼會這樣向上高了呢? 原因就是因為你吸了熱,身體淡濕到熱了 去到後期這個小動物就是start的機制 就是舒漲的機制,而導致多了血液流經皮膚 所以第一條題目,四分拿到一分左右的就是平均 多難回答的,你要留意清楚了 第二條題目更難,當中就參考運動組 下去由36度到37度 描返條線,36度到37度的時候 下去問你推斷皮膚表面的小動物的狀態 就是向下跌的嘛 為什麼向下跌呢? 原因就是首先第一件事 血流是減少的 為什麼是減少呢? 因為皮膚表面的小動物是在收窄中的 對不對?收窄中 當然是收窄中的話 當然是平均的血流量是減少的 即是好像下屠那樣,36度到37度 你看到迪生把握住 其實有些塗在腦海裡背後自己 其實大部分的血液就會這樣流 但去到家裡,它是升的 為什麼呢? 回答回問題 為什麼無端端會36度到37度 那條小動物會收窄呢? 原因就是因為重要性 2分拿0.4分 很多同學答不到的 第一件事,跟正常去比較 有比較就有傷害 首先第一,血液是分佈重新分配的 OK? 血液是分佈重新去分配的 所以更多血液 你現在做的什麼? 運動組是做運動的 所以更多血液是往腿部的肌肉裡 即是簡單來說 心臟泵血向全身去到你的腳裡 你的腳的肌肉是在收縮的 所以當中裡面 首先當你做運動那一刻 是要泵多了血液 去到肌肉收縮 OK? 而當中裡面 就能夠拿到更多氧氣和葡萄糖 進行呼吸狀產生能量 所以一開始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無端端皮膚的血液流動的平均流量會低呢? 就是在講這幅圖 OK? 36字查得到 皮膚的血流平均流量是少的 因為下面那裏 多了血液 要流向肌肉 拿多些氧氣和葡萄糖 最後呼吸狀產生能量 作肌肉的收縮 因為你在做運動 但是不好意思 OK? 去到後期 為什麼無端端會升? 因為你在做運動 你身體的體溫不斷的熱 所以都要有個機制去散熱 所以去到後期 在做運動的時候 真的要多了血液流經去到肌肉 拿多些氧氣和氧氣 進行呼吸狀產生能量 但其後因為溫度越來越高 你都要想一下有什麼散熱的機制 所以去到後期 皮膚血流平均流量就會增加了 即37度以上就是這幅圖 接著去到下面 2分拿0.44分 有很多同學答不到 為什麼答不到呢? 其實拿到你看看一條問題 施皺皮膚血流量 所出現的體溫協調的反應 就是這幅圖 寫出兩個之間不同之處 寫出而已 不用搞太多事 首先第一件事 在運動組裡面 溫度的協調定點較高 那什麼叫協調定點較高呢? 先回到第三點 在運動組裡面 血流量在較高的體溫 開始進入平穩期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 運動組 OK 血流量 在較高溫度 即是在 相對於靜止組來說 它升到最高位 是遲了的 才能夠達到平穩期 意思就是這樣說 所以 那個調節的定點 又會較高 即是溫度就會向後 才去到平穩狀態 OK? 平穩期的 所以第一點和第三點是一起看的 而第二點 運動組的話 其實所有的平均血液的流量 都是低的 你很明顯看到一樣東西 那條線全部都是低於靜止組 而去到最後的就是 所有的體溫 你都會看到一樣東西 都是 運動組的 都是低於靜止組 OK? 所以 中觀而言 你看到一樣東西 是什麼呢? OK? 那就是 當你去作答的時候 有哪些題目你要留意呢? 我相信你要留意清楚 或者幫到你未來回答問題的話 首先 第一點就是 第 三題 這條題目 當中 就是 重新分配 這個概念你是要有的 而 第四條題目 去比較兩條線 究竟那個的不同之處 原來是可以用這個角度 和視野去回答的 OK? 所以 中觀而言 整條問題 十分裡面拿了四分 但是 你要拿走什麼呢? 就是 要拿走那個的詞匯 和答題技巧 那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去理解 2023年的 E-1 的第二條題目 那這條題目 後半部分 是真的 問得很絕對 難的 OK? 所以大家 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希望今天 Dickson把握著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去理解 拜拜